你要先從比較確認的事實來講 比如說美國五角大象已經認為 這個不是飛彈擊中 因為飛彈擊中 你從雷達跟衛星 可以看到飛彈發射的軌跡 基本上沒有發現 所以現在普遍是傾向 是飛機被人家裝上的爆炸裝置 可能是一個輕微的爆炸 估計爆炸物是1公斤以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28000英尺的時候 在30秒內突然下降了8000英尺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就是爆開的時候 然後後來可能就是駕駛員 失控就整個墜毀 這個大概我們先就那個爆炸的性質 那如果是飛機內被裝填爆炸物 那就變成各種力量都有可能是兇手 我先講一種可能性 因為北溪第一時間美國也都說是 俄羅斯炸的 那講到現在已經沒有人相信是俄羅斯幹的 所以美國的政治人物講的話就不要聽 事實上美國這個五角大廈我覺得還是講的重點 就是說他不是飛彈擊中的 那第二個你就來看 8月24號是烏克蘭獨立日 烏克蘭事實上在幾天前他的軍情局還公開承認 說克里米亞大橋是他們幹的 而且你記不記得去年這個時候也有一輛車被裝上了炸彈 本來是要炸Dugin的 那個普丁的大師對不對 就炸死他女兒對不對 所以烏克蘭的特勤人員 潛入俄羅斯幹這件事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為他們都很熟 而且這件事情最大的獲利者是誰 第一個當然就是烏克蘭 因為我們講瓦格納里現在跑去白俄羅斯 最大的威脅第一個就是波蘭 那第二個就是基辅 因為距離基辅只有100公里 有戰力的傭兵 而且讓你瓦格納全滅 你的領導精神都在上面 對不對 你的領導精神都在上面 那當然對烏克蘭是最有利的 至少俄烏戰爭對俄羅斯是一大打擊 那第二個 第二個獲利的是誰 非洲現在泥日不是在政變嗎 泥日政變者最大的支撐 就是瓦格納 那現在誰在對抗他 美法聯軍 美法聯軍 那當然就整個俄羅斯戰爭 除去瓦格納當然也對美國有利 對北約有利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普利哥金最大的死對頭就是 國防部長邵伊古 所以會不會是俄羅斯軍方內部路線的衝突 比如說瓦格納是激進派 他想要擴大戰場 那國防部反對 所以就有人把他幹掉 那最後一個就是普京 普京會不會說你曾經背叛過我 所以我就用特攻把你幹掉 不過坦白講我認為普京這個機率是最低的 因為這個對普京沒有好處 你俄羅斯戰爭失去了瓦格納這個憑藉 其實對俄羅斯是很大的損失 大使因為西方媒體都說一定是普京幹 我是覺得 最後一定是羅森門 一定查不出來 一定查不出來 不過就是說有兩個問題 我覺得從就是說現在俄羅斯戰爭的整個的 俄羅斯的戰略利益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瓦格納到了這個白俄羅斯以後 立刻造成這個立陶宛跟波蘭的 嚴重的一種威脅感 那事實上的話 我就在我當時就在想說 這是符合普丁的戰略利益嗎 因為雖然這個立陶宛跟波蘭不是俄羅斯的對手 可是他是 他是這個北約的盟邦 如果真正發生了衝突的話 那就是這個戰爭盡快升級 世界大戰 這個以普丁現在 反攻為首的戰略來看 在東部戰線1000公里 他基本上就是首次了 他的這個防線都做好了 那就等你這個烏克蘭自投羅網 然後來消耗烏克蘭跟西方 在等待西方跟烏克蘭之間的嫌隙增大 然後歐洲跟美國的嫌隙增大 最後走向談判桌 所以現在提高在立陶宛跟波蘭 對普丁的戰略來講 我認為是相反背道而馳的 這可能不是普丁的想法 可是對於瓦格納來講的話 他那麼一支部隊 我覺得他們的動向 是不是沒有跟普丁 在做一個戰略的溝通 所以反而變成壞了普丁的布局 另外就是非洲的部分 我覺得非洲因為現在整個西非共同 他們是反對現在的尼日的軍事叛變 因為非洲國家政治不休明 問題很多 已經布吉那發售 好幾個國家已經發現政變了 所以西非共同體他們是反對政變 可是他們也反對法國跟美國的干預 所以他們是希望這些 不要再有這些軍事政變 這些西非共同體 這些國家過去都是支持普丁的 所以如果在西非一直在出現這個問題 普丁的非洲支持會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兩點應該是值得考量的 蔡教授 普丁目前想把這個普里格金被殺引導 是跟烏克蘭有關的 所以他有特別強調 他所領導的這個瓦格納 在烏克蘭戰爭反這個新納粹 他的表現非常的英勇 所以這個新納粹對他仇恨有加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來產生報復的一個行動 那當然 哲倫斯基在第一時間馬上就否認了 說不是我幹的 這是烏克蘭的第一個時間的反應 那有人就引導說 那有沒有可能是歐美的國家 美國人所做的 因為在前兩天 普里格金在非洲出現 一般估計他應該在馬里或在尼日爾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瓦格納的三千個部隊 三千名的軍人 加上一千名的伊朗的衛隊 就是總共四千人 然後從馬里進入到尼日爾 來幫助尼日爾的軍事組織 來跟法國跟美國對抗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的時候的現身 那理論上講 他也跟當時俄國駐尼日爾 跟駐馬里的大使他們有握手 所以很明顯的他的行動 是經過普丁的指示來做 那如果說做到這個程度 突然間他回到這個莫斯科 回到然後就被殺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讓人家感覺 這個好像不太合邏輯 可是有的時候在 你要幹掉一個人 你反而有的時候就要做的是 我絕對不會幹掉他 有的時候是這樣 這也就是我們講的國際陰謀 就好像北溪二號線一樣 美國人明明就是要把它炸掉了 那還要做成根本沒有可能炸 一樣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相當有可能 俄國也有可能 美國也有可能 烏克蘭也有可能 但是普里格金是不是真的死呢 也不一定 現在還成名 多人說是不是炸死 為什麼說呢 因為還是有人認為他炸死 可是問題是 現在是連普丁都說他死了 因為普丁去哀悼了 應該可以判斷 沒有普丁都說他死了 那這個就有兩個下場 第一個是他真的死了 第二個呢 他已經被普丁官宣死了 認定他死了 所以他從此以後 他變成廢人一個 他必須要永遠隱居 他必須要在這個地球中 消失 不是 不是在地球表面消失 是要在地球中 人的飾演中完全消失 不能夠再出現 社會死亡 對 社會死亡 所以他變成一個 毫無影響力的人 因為他不能夠再跟任何救贖 有任何聯繫 這樣的情形 才能夠構成炸死 所以他變成一個廢人 因為他已經被普丁官宣死亡了 所以他如果還活著 他就是一個廢人 如果他真的死了 那我們就問是怎麼死的 事實上有大背景 大背景就是美國所主導的二戰之後的國際金融 尤其是金融秩序 有嚴重的問題 比如說世界銀行貸款不利 然後國際貨幣基金每次去做金融危機救援 都附帶一大堆條件 然後讓第三世界國家都非常的憤怒 第二個就是你美元 藉著自己的霸權地位不斷的升息 你有顧到其他國家美元負債的壓力嗎 沒有 第三個也是美國自己造成的 因為二屋戰爭 你把SWIFT支付機制拿出來當作武器 俄羅斯首當其衝 接下來也有很多國家會怕 怕成為下一個 對 所以這三個因素 就是基本上就是 站在美國的對立面在思考 就是你美國這個金融體系出了嚴重問題 這個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 SWIFT的機制 還有你濫用美元地位 這都是問題 那以前早就是這樣了 為什麼現在變成可行呢 因為出現了No.2 叫中國 它是141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那有足夠大的GDP 17.7兆來做支撐 所以才在這個時間點就誕生了 所以美國當然會把它理解為 這個二戰以來重大的挑戰 我認為這個是二戰以來 非美國主導的第一大里程碑的事件 因為你幾乎可以預期 未來如果是到聯合國的那個經濟社會 那個組織發言 委員會發言 或者到G20發言 金磚會議一定會變成 第三世界國家的會前會 沒錯 對不對 跟你G7不是剛好對著幹 所以這必然發生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國際支付的機制 就會開始產生金磚支支付機制 這幾個國家就會 把他們的既有的整 那個支付的系統做整合嘛 那當然你跟SWIFT不能 沒有辦法比 SWIFT有 假設有一萬一千家銀行 那我認為金磚支付 其實大概會有四千家 那四千家就會構成說 我有一些東西我不要 讓你美國知道啊 我不要讓你監控啊 所以美國對於全球貿易的掌握度 就會變弱 而且很可能人員交易 因為你剛講到了 進來的國家已經 大概包括全世界人員交易40%了嘛 是 那如果人員交易 以後都透過金磚支付機制來處理呢 而且用本幣交易呢 用非美元交易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坦白講是一個極大的創新啊 那美國就要面對 這個未來精端這些國家 提出來對既有的全球經濟的一些看法 而且我認為一定會 有一定的摩擦的火花出現啊 比如說他們可能就會開始要求要 公平發展這種概念啊 就是說不一定只是按照什麼 金融自由化 金融也要公正啊 所以我認為未來會有很多的 概念上的衝擊啊 那要說我也會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世界新秩序嗎 當然是啊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他們已經開始對於 國際的這個金融機制 就是聯合國的兩個金融機制 已經發起挑戰了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 金磚5現在加6 就是金磚加6 11個國家 他們在世界銀行的比重不對 然後他們在這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比重不對 在世界銀行他們才占13%的股權 而美國一個國家15% 不合理 IMF這麼多國家加起來才15 所以這些不合理都要改變 那如果是如此的話 各位想想在這一次的G20的會議中 印度要不要把金磚國家的這個意見 納入他的議題裡面 那這樣的話 對於歐美的這個經濟體制 已經直接挑戰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這是新加的六國有地緣政治的考量 你把它分開來看 你會發現拉丁美洲兩個國家 巴西 阿根提 然後在亞洲兩個國家 亞洲沒有增加印尼 但是很有可能 明年印尼就可以加進來了 對 那亞洲國家就是中國跟印度 然後你再看一下歐洲 歐亞大陸一個國家 俄羅斯 可是非洲增加兩個國家 例如說非洲增加了埃及北非 以及這個二塞俄比亞 台灣翻成伊索皮亞 東非 而且都是所有加入的 除了阿根提以外 都是超過一億人口的大國 所以人口數又增大了 那另外還有就是在於 中東地區的兩個富有的這個國家 阿聯酋跟沙特也都加來了 滿手石油 對 然後伊朗是中東 但是已經接近中亞的 這樣一個國家也加進來 各位你有注意到了 這個伊朗也已經加入 上海合作組織 而沙特也提出 要加入上海合作組織 而這兩個國家 同時都加入金磚 那你想 在整個這個石油這個比重 石油佔了45% 所以在定價權發言權裡面 已經有相當大的份量 天然氣超過二分之一 超過50% 所以天然氣的支配權很明顯的 金磚加絕對有支配權 那他們又主張要求要用多元貨幣 這個一講到多元貨幣 這個美國人就頭痛 因為原本是跟美元掛鉤的 現在他們要跟美元脫鉤 他們不是要消除美元 而是要多元 那也就是除了美元以外 歐元人民幣其他的貨幣 都可以拿來用 那都可以拿來用的情形下 目前最受歡迎的當然就是人民幣 而我們也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SWIFT他公佈的一個最新的資料 說中國大陸第二次又超過 在他的支付系統中佔比3% 有些人說哎呀才3%很少 你看美國就40幾50 歐元等等 美國42 對42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中國大陸自己的支付系統 也就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中國大陸跟金磚五國 中國大陸跟沙特 他們本身都用本幣交易的話 都用人民幣 那BASS有多大 那就不只是3%吧 6%、7%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人民幣在未來 他在國際間的市場份額會再擴大 是 居大使 其實西方的媒體 都把這一次的金磚會議認為是 就是說非西方國家團結起來 挑戰西方國家主導的 國際秩序的時代的一個開始 甚至是一個終結 也就是有人說 這就是西方主導 國際秩序的時代的結束 那有人說是非西方國家開始挑戰的 真正挑戰的這個開始 不過基本上都看到大局 就是說 現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 而是西風被這個 所謂的全球南方的這個風 給壓倒了 那不過我們真的很客觀來講 就是說你今天要在國際上發號司令 或者說成為一個主導的能力 第一個你的代表性很重要 那這個金磚國家的話 它裡面的這是五大洲的 基本上有亞洲的 有非洲的 有阿拉伯的 有美洲的 這個代表性就很夠啊 它的發言權的話 就有代表性 而且它多元化的價值 裡面有基督教 有天主教 有這個印度教 有佛教 還有回教 所以它的代表性很夠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 它就已經勝過了G7 G7 非常單元性質 它不管這個文化背景 宗教背景 還有區域背景 它都是很單元的 所以它被取代這個只是 真的從它的合法性來講 這個金磚是要強很多 另外就是說 從實力來講的話 那基本上從能源來講 掌握能源 這幾個大國都掌握能源 還掌握糧食 全世界的糧食 科技 中國的科技 現在已經要超美了 那還有軍事 中國加俄羅斯的軍事力量 也超過美國 那這個經濟實力來講 GDP加起來的話 這個說實話 已經到差不多40%的GDP了 37 在全世界 所以超過這個G7的GDP 所以這個就是說 已經從代表性跟實力來講 它已經超過了 不過這些國家 當然我們有一些 遠因跟靜因 本來這個不結盟國家 就是Group 77 plus China 這是一個很長遠的過程 可是過去實力不夠 實力不夠 現在這個實力 事實上是比較夠 而且它掌握了 制定國際秩序的規則 的工具 第一個你要有錢袋子 你要有銀行 第二個呢 你從銀行開始 開發中 開發就是說 開發銀行 你有了以後呢 事實上你在掌握支付的工具 跟支付的方式以後 事實上你就掌握了國際 經濟秩序的根本 你有國際經濟秩序根本 你在政治事務上 你有更大的發言權 現在這個發言權 有沒有政治的監打 事實上我認為 有一個看不見的監打 就是對俄乌戰爭 你可以看出來 全球南方國家 都沒有跟西方國家 一味的指責俄羅斯 一味的要把俄羅斯打倒 這就是已經G7的一個 政治的一個綱要 已經出來了 那整個來講的話 我認為最大的勝利 應該是中國大陸的勝利 因為這裡面 現在的五個成員裡面 你說這麼多國家 現在有四個國家都要進來 這個只是客套溫暖的話 不過連我這種身材 我都不喝全糖珍奶 他故意跟年輕人一樣 围堂就好 我認為最終還是 他對兩岸的定位 你如果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任何交集互不隸屬 主權上互不隸屬 那就沒有辦法談 那ECFA也是 23項協議 都是因為有九二共識 作為前提基礎 這個就是事實 賴清德不是說 凡事從事實來講起 那馬英九執政8年 為什麼能簽23個協議 就是因為有九二共識 然後他隱隱約約 郭平常講一中各表 讓他講一中 就是有這個東西 所以才有23項協議 所以為什麼現在說 基礎不牢 所以23項協議可能都會動搖 是從這裡來的 那ECFA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現在看到 人家就覺得說 你既然不要九二共識 那凡事就照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你就看到貿易壁壘調查來了 那如果賴清德1月13號 確定當選 那後面 人家可能就想親了 說小英執政了8年 也沒有回到九二共識 那我為什麼要再讓呢 事實上思維是這樣來的 所以 詹世宏講說我們不期待這樣 你講這個沒有用 重點是如果發生了 請問你有沒有對台灣的各行各業 做好準備 對不對 這個李彥秀講了一句話我蠻同意的 李彥秀他在他的臉書說 你有沒有那個底氣 你底氣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有足夠的底氣 你才能跟對方大聲嗆話嘛 你筆記者一天到晚在跟對岸嗆 這個部分你有沒有底氣啊 所以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詹志宏能回答的啦 叫王美花來回答啦 叫那個陳吉仲來回答啦 貿易壁壘調查 農業項目有1066項 請陳吉仲出來回答 你準備好了沒有 如果大陸產品說他要來 不然你就是違反公平貿易 請問陳吉仲你怎麼辦 王美花也是嘛 針對陳衣啊紡織啊這一堆嘛 那如果人家堅持要來 那不然就要對你做反傾銷 做關稅制裁 請問你怎麼辦 所以主角是王美花跟陳吉仲嘛 重點在這裡嘛 而且很多人都認為 也許不一定是整個庭啊 可是有些項目被抽出來 來當做制裁的項目 那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 不然朱鳳蓮不會那樣答話嘛 朱鳳蓮一定是看到了 中國商務部部分的調查結果 他才說你們已經違反了 ECFA當初希望雙方能夠追求 這個對互惠的原則嘛 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核廢水啊 核廢水是日本的說法啦 那很多人根本認為是核污水啦 因為核廢水就是你正常的排放嘛 可是所以日本都在強調說 啊我的排放啊 川的濃度降到多低啊 所以我要分成30年來排放嘛 重點是人家認為你不是只有川嘛 你還有別的輻射成分嘛 那人家就說那我們到日本來採樣來驗好不好 日本拒絕嘛 重點是在這裡嘛 所以人家就會恐慌 而且我跟你講 你這個是一次性的查啊 那請問輻射物質會不會累積 人家也會問這個問題嗎 就是這個在整個科學上 還有這麼多變數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不讓可能的受害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包括韓國 到你日本現場採樣來做調查 你心虛是不是 還有另外啊 如果你認為那麼安全 那個川的含量這麼低 那你為什麼不撒在境內呢 你為什麼一定要倒到海裡呢 你撒在境內也沒有危害到你日本的什麼啊 你如果認為是安全的話 結果現在就是消費者會恐慌嘛 比如說韓國 韓國現在是隱習越不表態 可是韓國的海鹽已經大暴漲了嘛 你沒有看到今天台鹽的股票漲停嗎 連台灣都這樣 你只要以後 我現在就怕 那個中國大陸現在禁止日本的水產品到中國大陸去 結果日本全部都倒到台灣來 這可能性極高啊 可能性極高啊 那那個我們的那個那個 農漁單位的說他會出來做抽驗 你相信啊 你認為這個會有結果嗎 好啦我就講到這裡 我自己我就不會吃這個日本海產了 大家都很喜歡 對 我一定就停止吃了 因為這個太危險了 本來這個你核在的時候 就已經海水有一點污染了對不對 你附近都污染了啊 你土地都污染 你海水還會不污染嗎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又把大批的這個核污染水往海裡面倒 那日本那個水域附近那些 那些海產品你還敢吃嗎 連漁民都抗議 他們自己當地的漁民 漁民大概說 他們已經本來日本的這個 這些福島 這些周圍縣市的這些海產 在日本 他本來還在賣的 那可是呢 他這個 因為日本一定要標注這個產地 他們賣的都比較便宜了 就是說大家 這個 不買嘛 不買就靠降價 勉強 還可以維持點生計 那這些日本漁民 在福島附近漁民 他說你這一次這樣弄的話 我們就生意整個垮掉了 生意垮在哪 他也本來就不能外銷 他垮在日本啊 日本人不吃啊 對不對 更不要說 日本人都不吃 你叫我們台灣人吃啊 我才沒那麼笨 對不對 日本人都 日本人多驚啊 他們講的 他們講的很多科學數據啊 什麼 他說 這個就是不能說服我 對不對 你這個所有都不能說服 你把名字給什麼 P-L-A-S 水 誰知道啊 P-L-A-S 誰發明的 突然變成 日本就說 我突然發現了 我發明了一個過濾 可以去讀的一個程序 你也不給大家來檢驗 你也不讓大家去看 你那個P-L-A-S 到底是什麼挖哥啊 你就說我這個水 現在經過這個儲蓄 ALPS ALPS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 就突然 他可以去掉所有輻射的 對 全世界就突然 突然這種力氣 全世界就突然日本發明了 ALPS 什麼挖哥 大家也不知道 他不給你看 說我經過這ALPS以後 我的水就安全了 那日本人說 日本人說 這個不具說服力 我找了很多外媒 到他們廠裡面去參觀 說很安全 結果你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看一個 BBC的一個外媒進去 他去了就說 他們搞了一潭水 然後養了一些 這個 養了一些筆木魚在裡面 這個就是證明安全 還活著 就是這一群魚 就在裡面 活在裡面 就這樣 其他BBC的 那個記者是被邀請去了 他全從頭到尾懷疑 對 從頭到尾懷疑 他沒有說服外媒 所以沒有辦法說服 他故意縮寫成ALPS 這是阿爾卑斯山的手 阿爾卑斯山 那也太純淨了吧 他故意的 我覺得 你是手法 丘羅 日本政府的作為 連日本人都不相信 你怎麼叫外國相信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日本人這個好 但我們政府 我們政府是 我們政府現在負責外交 叫日本人大哥哥 或者說他怎麼 告訴他台灣人民 說用什麼方法 說安不安全 但他現在選擇 就是不講話 他有幫日本人背書 你不採取行動就是背書 另外一方面 你也覺得你說 日本人有做適當的處理 這些都是幫日本背書 不過講到賴清德 最近要招待習近平 吃瞎人犯什麼 我覺得好像三歲小孩在講話 你自己 你這種話講出來 你自己信嗎 別人會聽你這幾句話以後 兩岸就 什麼 什麼 埃克法就沒有問題了 兩岸怎麼樣 大家就怎麼樣 成兄道弟 不可能的嘛 你只要賴清德講這一句話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國 互不利索的話 這跟搞台獨就是完全的等號 你如果不改口 你基本上大陸就認定他是頑固台獨分子 那他要執行的政治是頑固台獨政策 他如果找你吃這個晚飯喝珍奶 你會接受嗎 不會啦 因為這個我膽固醇不低 而且我年紀也不小 所以對於這種高膽固醇的東西 還有高熱量的東西 還有現在有愛妻嚴格控管 所以我現在是對這個禁忌不明 但我知道很多年輕人愛喝珍奶 所以他是刻意要年輕化 所以說這個話術不允許 但是我覺得這種嬉皮俏臉的討好的話不好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我覺得一個要成為一個國家領袖的 或是要選總統的 講話必須要客觀 要持平而論 要以理來服人 他講到說台灣是給對日本 對大陸好 所以台灣不求回報 不對喔 我自己家裡做生意的 我父親以前有一個很大的自協廠 我很清楚知道 台商的第一次的離家出走 跟美國的301法案是有關係的 那個時候台灣面對這個傳統產業 在台灣已經走不下去了 照耀東時代 所以叫做西洋工業 然後美國的301法案 對修理台灣 大陸提供便宜的土地 因為剛好大陸在經濟改革 四個經濟特區 東晚就是一個主要的四點區之一 深圳也是 還有廈門 所以台商絕大部分就往福建廣東 這地方移動 為什麼會去移動 因為土地成本低 勞動力成本低 所以事實上是 你好我好 是兩例 不要以為你是給人家恩惠 不是這樣 因為台商根本活不下去 接著幾波的離家出走 都是因為在台灣的人事成本升高了 經濟成本升高了 然後再加上美國的貿易限制 所以台商一波一波的離家出走 大陸剛好提供給你最廉價的土地 廉價的勞動力 高素質的勞動力 再加上同文同種 同文化 很好管理 比到越南管理好多了 所以不要說不是事實的話 這是對大陸好 對台灣好 良好的事 那良好的事 你應該要持平的說 而不要以為自己給人家恩惠 我覺得這是要不得的事 用這個方法來搞 民粹主義 現在大陸 確實 他從ECFA開始 就是給你片面讓利 現在他開始要求 我們對的 我們要公平 我們要相互尊重 你同不同意 我們有話 你要站出來說 你同不同意 你今天 人家要求對等而已 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說 我不可能給你對等 那人家就說 對不起 我也不可能 再片面讓利了 因為我就是要求對等 就這麼簡單 好 最後一個 我覺得 日本的核污染水 如果按照 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 說得那麼安全的話 我強烈建議 把它裝成瓶裝水 在美國認為符合科學的標準 在美國的超市賣 在日本的超市賣 在韓國的總統 韓國的政府很像 我們滿清末年的時候 那淤甫的梁光總督 好像葉明稱還是誰 然後取名阿爾貝斯嗎 不是 那個是正量取名 沒有 我是說 他真的叫阿爾貝斯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不戰 不和 不想 不走 葉明稱 不戰 不和 不想 不走 重點是不死 那韓國現在就是不反對 不支持 你就放吧 我個人認為目前中國到了只是第一波 接下來會對於日本的農魚產品的製成品食品 會有第二波 那這個時候一直到日本停止排放為止 《經濟學人》雜誌在這段時間由於政治化以後 他的學術地位跟他的學術價值快速的下降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就不太討論這些非專業性 帶有政治偏見的這些文章 因為我就覺得他就不重要了 我們先談一下歐巴馬 歐巴馬總統時代的時候 他就發現G7已經沒有辦法起決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說過去是G7在支配整個全世界的 經濟 所有的規則都他定 但是歐巴馬很務實地發現G7沒用 所以就成立了G20 那在這個G20每次要開會之前 G7就會先開會 來進行步調一致的一個做法 現在蘇利文又到歐洲去了 又要去凝聚所謂的G7 要透過G20的活動中 來制定國際的經濟規則 可是問題就是現在美國已經發現他們越來越無力 G7的這些老牌的工業國家發現他們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 不只是美國差 英國很差 德國現在也負成長 那我就不得不再批評一下這個經濟學人雜誌了 一個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是4到5 而德國是負成長 英國是負成長 美國是1.2 日本是春不難行 那麼這一些G7的所有的國家都春不難行的時候 一個比蝸牛跑的還慢的 而且還倒退走的 說你跑5%的你是夠慢的了 這個真的是我們不能理解 這個經濟學人雜誌的那一些人 他的腦袋裝的是什麼 也就是說一個已經往後退的 然後卻說一個跑到前面5%的 說你跑得好慢 真是了不起 可能他們對中國抱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他也至少看一下他們英國 就看一下他們英國 現在的情況是多麼的嚴重 看一下德國現在呼天搶地的一片 看一下美國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到底要升息還是要怎麼辦 都不知道 好 那問題就在於 這些都不知道怎麼辦的 這些政治領袖 然後卻在看一個還在往前走的中國大陸 然後說你跑好慢 真是可笑到極點 好 但是這一次的金磚 已經加了六個國家有地域的概念 例如說美洲兩個國家了 巴西加上阿根提 然後亞洲維持兩個國家 所以您剛提到為什麼印尼沒有加進來 亞洲維持兩個國家中國跟印度 歐洲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 還有俄羅斯 俄羅斯也算吧 一個國家歐亞大陸 歐亞大陸 拉高一點 那就三個國家 中東這一次兩個國家富有的 阿聯酋 還有就是這個沙特 然後另外也是屬於中東 但是偏中亞的就伊朗了 所以伊朗已經有一些中亞的代表性 在裡面整個組成為一個新的金磚國家 一般估計明年印尼應該可能可以加入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它的影響力 已經遠遠超過G7 這幾天因為瓦格納的事件 很多新聞都被分掉了 事實上22號到24號 金磚五國的會議上是 我認為是非常歷史性的 在這個世界變局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剛剛汪老師提到說 有些國家當然還在觀望之外 可是你要知道 這一次能夠這樣是很不容易的 比如說它要不要擴容 就是說增加 現在有40幾個全球國家表示希望 23個國家申請 那麼這次增加了6個 可是會前是怎麼樣講的 都說這個是為了中國的目標 來增加更多的成員國 是為了中國要利用 那是他們分化 然後講說其實巴西 特別是印度 很有意見是反對的 可是結果出來剛好不是這樣子 這幾個總統表示說 非常的歡迎展現出來這種團結 超乎西方原來預期挑撥離間 他們特別是拉攏印度 就怎麼樣能夠 沒有他們沒有料到說金磚五國 是越來越團結 然後現在變成成員又增加 他們就參殺著分化 拉攏印度 可是最後印度也是表示支持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非常非常一個重要的 象徵的一步 好 雖然有剛剛問老師說 有些國家在觀望 可是其中一個 比如說埃塞維比亞 它那個總理就講說 這是我們國家偉大的一刻 他覺得說這個時候能夠加入 這個新的這個金磚集團 對他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怎麼說呢 過去比如說包括台灣這個成長模式 我們是經濟發展起來了 可是你怎麼發展 這是還是被美國人控制 歐這個非洲拉丁美洲 更是幾十百年來想要發展 怎麼樣都逃脫不了歐美的這次魔手 所以這金磚五國的發展起來 形成一個力量 包括剛剛講能源土地人口 是有可能讓全世界的 這兩個這個 這個帝國主義之外的國家 導出一個發展成長的契機 所以這種情況才是一個 它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習近平他們講說 就是要團結 而且要承擔這個發展 然後也要和平 這個是一個很大一個 全球力量的轉變 我們不可以再用過去西方那一種 這邊就是沒有用了 一定會失敗了 西方當然唱衰 希望他不成功 可是我們不能夠這樣子 我先講一下那個國防 等一下再講外交了 就是說評論這個東西有點危險 就是說那個對岸中共 意思是把這個軍力強大 那我們提高國防預算 難道有什麼錯嗎 沒有錯 但是這個到底能不能解決問題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3300 或者2200磅的什麼抗炸機堡 它對岸發展4400 5500 6600 你抑鬱抵 我們現在都講說 那能夠不備戰嗎 難道束手投降嗎 要備戰 關鍵是備戰的目的是要避戰 還是備戰的目的是要開戰 如果你不是要開戰 很重要的關鍵 你要不要接觸 要不要談判 要不要從和平的方向 我們沒有說應該要備戰 備戰好像就能夠防止戰爭 你用這種方式 你有2200他有3300 你有3300他有4000 中共的整體軍力比你強 那你現在就算在增加 這樣的國防軍會 你相對對方那麼龐大 這個邏輯對嗎 這種方式對嗎 這個錢是花到哪裡去的 同樣的我們談到那個外交的部分 然後瓜地馬拉 這個中國大會叫做維蒂馬拉 前幾天那個政權就變了 是 選前那個 這個當選是總統就講說 他要準備跟中國建交 當然他也很賊 選上了就是說 先說維持台灣跟中國 都是平行外交是可能的 然後老共就叫做你要做決斷 他要講說 希望能夠 必須維持跟台灣的關係 這什麼意思 他選前支票都對著國民開 選後為什麼沒有馬上跟中共建交 他要這個嘛 要錢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蔡英文到非洲去 到了最後 從我們南美洲只剩巴拉圭 非洲只剩這麼一個國家 史瓦地尼 十幾億下去了 跟剛剛的邏輯一樣 錢下去有用嗎 你備戰有用嗎 我跟你講 同樣我們等一下會談到金磚五國 習近平這次去參加金磚五國 同時因為這次舉行的會議是在南非 他同時跟南非有單獨的 兩個國家的對談 我看那個場面跟他講的這個講話 他跟那個南非的總統叫做納馬弗薩 說真的 我們台灣連那個總統叫什麼名字也不太關心了 我們根本 巴西只好叫魯拉 那個納馬弗薩坐在那邊談的時候 旁邊很多有非洲聯盟的 他們各種各樣的重要的領袖 就在旁邊一起參與 然後習近平他怎麼講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講說非洲怎麼樣怎麼樣 2063的非洲計劃 我原來人家非洲人 有他的想法 當然嘛 人同死心心同此理 我們都希望發展台灣發展起來 大陸也發展起來 非洲 長期就是一個黑暗大陸這種印象 人家不想改善嗎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一個計劃 那怎麼弄 習近平就說 要跟他展開很多具體的 從辭職他們的工業化 到農業的這個很多計劃 我講個具體 比如說他那個人才合作計劃 他說要培養未來500個 職業學校的院校院長跟骨幹幹部 同時要1萬名 這個很有趣 中文家職業技術的 這些所謂的這個老師 然後要邀請2萬名各國的政要專家 去開研討會 然後要跟非洲 他是借南非的講 整個非洲說 要發展100個大專院校 互相的合作計劃 啟動10個研究項目 我要聽到很具體 我們的是3.6億 那到底用到哪裡去 就是收買收買收買 你看看人家的佈局跟他的發展 你就知道未來趨勢 岌岌可危 這種路線對嗎 硬對抗硬硬硬搞 能夠走出路來嗎 是 大家值得好好的想一想 來請教賴老師 原本我們有九二共識的馬英九時代 我們跟中美洲的國家 絕大部分都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而且是7個國家中 我們是超過一半以上 所以我們參加中美洲的議會 以永久觀察員的身分20幾年 蔡英文任期內丟光了 只剩下兩個 五比二 所以他們的尼加拉瓜提出 就是排我納中案 那民進黨當局摸摸鼻子 說我先退出 我退出 我不是被你趕走的 當初他們怎麼罵蔣介石退出聯合國 蔣介石退出聯合國就是 多數決就提出來了 就是排我納中案 所以台灣被趕走了 那蔣介石為了尊嚴退出 民進黨怎麼罵蔣介石的 民進黨當初怎麼罵蔣介石 現在就要怎麼罵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同一個標準 因為當時時事已去了 所以蔣介石為了尊嚴 他必須要離開了 同樣的道理 你今天說你為了尊嚴 那你當初怎麼羞辱蔣介石 說我們本來可以兩宗的 本來可以被承認的 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請問一下 你今天你要對蔣介石說道歉 你要認錯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道理 因為你輸光了嘛 為什麼你蔡英文執政的任內 我們在中美洲整個地盤輸光了 原因在哪裡 你挑起九二共 你否認九二共識 你挑起外交的戰爭嘛 本來我們雙方已經外交修兵了 是你故意挑起來的 你故意挑起來而你還戰敗 戰敗不用對人民謝罪嗎 你一連串的戰敗 難道都不用任何負責任 也不用道歉 也不用對我們認錯嗎 我覺得沒有這樣的一個領導人 是你挑起戰爭的 你戰敗了 你就負起全部責任 剛剛講到非洲 斯瓦蒂你說不是有買的 就是有買的嘛 一百多萬人口而已嘛 台灣的一倍大嘛 一半而已嘛 1.7萬平方公里而已 台灣的一半人口就一百多萬 你給了13億人口 給了13多億 你不是要買的你用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嘛 那我覺得 但是中國大陸經營非洲 已經不再用過去台灣的那種老的方法 用買的 一定是一個互利 我幫你工業化 那請問你的工業化的訓練 設備 還有所有的基礎建設 我來供應 那就是一種互利了 我賺你的錢 你工業化 我幫你農業現代化 那我的專家過去了 我的機具過去了 我的無人機過去了 那叫做農業現代化嘛 那你賺我賺 彼此都賺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請問他的代工 是不是就會越來越多 是